大选在即两党都拼尽全力 目前民调来看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是相平的 谁也输不过谁 但是民主党这边大佬们纷纷出台来为哈里斯站台 比方说奥巴马 县总统拜登 那更前面的总统来讲 基本上包括克林顿都在为哈里斯来占颜 背书 但是呢共和党这边就是特朗普自己在吆喝 最近他家人倒是都纷纷出来了 妻子啊儿子啊都站出来 但是呢有一位前共和党的大佬 前共和党的总统乔治布什 小布什却一直默默不言 一直不说话 为什么不说话呢 我想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他的这个布什家族啊非常的强盛 他的弟弟叫捷布布什 曾经和特朗普在党内初选进行过竞争 结果输给了特朗普 所以乔治布什不支持特朗普也是在所难免 第二呢是布什家族的这个衰落 整个布什家族因为老布什去世之后啊 在美国的政坛的话语权越来越弱 所以乔治布什也许从这个方面来讲 不便发言不想出来说话 所以呢也就在大选当中呢保持了一个沉默 但是不管怎么说 乔治布什的沉默呢 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 美国政坛内外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也相信有人在游说乔治布什 你不妨出来给共和党站站台啊 让特朗普出来啊选上啊 但是很有可能目前来讲 连共和党的很多人都不一定支持这个特朗普 而特朗普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完全靠草根竞选 那他能选上吗 11月6号我们拭目以待